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等一下會直播花蓮的七星函 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等一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在直播之前先 大家先聽我講一下七星函跟回歐爸的故事 可以嗎 好 好 我切換一下 我調查一下好了 我現在看到你們 所以你們不要假裝以為我看不到你們 上座朋友我想要調查一下 你有來過花蓮七星函的可以舉個手好嗎 還蠻多的 超過一半 那我其實也是中山大學海科院畢業的 剛剛上一位老師有問 是不是我們海工系的學生 真的寫paper寫到累的時候 會去我們的綠屋頂 對 是真的 老師我那時候寫論文的時候 我也會去綠屋頂拔個菜吃這樣 好 在開始之前想要跟大家暖身一下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投影 投影幕上面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他們在幹什麼 剛剛路老師有幫我暖身了 我還記得我大一進到中山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就一直講 就是台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 一直到現在其實這個議題也一直在講 台灣人其實有多愛吃魚 在座的朋友如果喜歡吃魚的話 我知道大家都很愛吃 大家可以想像我們過去在吃魚的時候 都是去哪裡買比較多 下一張 大家看一下 不外乎的就是超市傳統市場 好 可能我們離產地比較近的去漁港買 可是我們在買這些魚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去買的時候 不管你是去超市買 你會不會看說 到底那個超市上面的商品的標示 它會不會標說 我吃的這隻魚它是用什麼魚法抓的 或是它是在什麼地方被抓起來的 對面上面這九張照片大家看到其實就是我們台灣周邊很常見抓魚的方式 你認識的又有幾種 哪一些抓魚的方式是對海洋環境比較友善的 或是好 講友善可能大家我們同溫層有感覺 可是大部分人其實會有興趣的是到底哪一種是鮮度比較高的 好 我這個放在後面呢 等一下 嗯 工作坊的部分會跟大家做進屋的介紹 好 所以魚距離法怎麼去做挑選 怎麼去跟海鮮去做連結 也是會跟海洋的環境會有關係 好 下一張我知道大家可能想要打我 因為大家應該都餓了 好 這九張其實也是大家很常見 我們台灣很常見可以吃到這些海鮮 可是我們在吃這些海鮮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哪一些是你吃過的 你叫不叫得出來它的名字 哦 走 哦 走 有看到漫波有看到大魚 有看到飛魚 好 從頭有海帶魚 好 海帶魚 還有咧 海帶魚 那是你 飛魚 飛魚 好 大家都有概念喔 好 再來我下一張我要放這一張 有沒有知道這個我們最熟悉的這個 這是什麼魚 蠻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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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香魚是什麼魚 好 有一個梗放在這個地方 我有發現其實我們一直在介紹 到底你吃的魚是什麼魚跟它是怎麼來的 其實都是會跟海洋的環境會有關 下一張圖我要放的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吧 這是什麼地方 七星潭 沒錯 就是我們工作坊的最後一個地方 要來的這個地方 花蓮七星潭我是在2016年的時候回到我的家鄉 因為我的家人在這邊經營在地一個水產的行業 那我來調查一下 剛剛其實前面有問大家 幾乎有超過一半的人或以上 都有來過花蓮的七星潭 好 那我來問一下大家好了 你來七星潭來做什麼 之前有來過的 剛剛有舉手 我有看到 來七星潭 上海還有咧 看七星潭 好應該不會說七星潭是一個潭吧 我們之前有接過中文大陸的朋友 他們就說七星潭是什麼 你們的這個潭怎麼這麼大這樣 我說大姐可以喝喝看這個水是鹹的還是淡的 大部分我們來七星潭都是看海嘛 踩石頭踏浪堪日出 可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也是這一個工作坊會大家進一步來認識的 在花蓮七星潭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傳統從日日時期舊有的漁業的行業 叫做定制漁法 那定制漁法其實也是我的家族他們在這邊經營 我過去其實中山大學海公系 那時候大家一直在談就是台灣沒有海洋文化 所以我就思考說那到底怎麼去把海鮮 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最近海洋的這個媒介 去串聯人跟海洋的關係 所以我就2016年的時候我就離開了中山 回到了花蓮開始做回遊吧 那這個工作坊其實也會帶大家來到花蓮七星潭的這個地方 去認識在地的這一個漁業的產業或是漁業的文化 可是我們會有一些工作的就是工作坊的一些任務的設定 第一個會想要讓大家去思考的說 到底我們其實過去我們在說吃魚 吃魚這個東西它怎麼去跟海洋做連結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很幸運 就是剛好也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是孟先生老師帶領大家 所以第一個議題就是思考 大家來到花蓮七星潭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這個工作坊 我們會開始教你一系列 包括這個地方常見的魚是哪一些 可是要大家參加的小朋友們要想一下 怎麼去連結魚跟海洋 好再談到下一個大家都喜歡吃魚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我們會讓大家吃魚 會讓大家吃到就是非常的滿足 可是在吃魚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說 在選擇什麼樣子魚法去捕獲的或是什麼樣的魚 它其實是對海洋的環境 海洋的資源是可以永續利用的 好再來下一個 現在台灣今年2019年地方創生的元年 大家都在談地方創生 可是剛前輩有提到 到底是地方創生還是地方創傷 所以進來到這個地方火油霸 這個工作坊我們想要帶大家去看 台灣傳統的漁業怎麼去做一個文化的價值 跟產業的轉型 這個也是希望中安大學的年輕的小朋友 可以進來用你一些青年的想法 來看看這個地方 你怎麼讓這個漁村變得有趣變得好玩 所以呢前面我會設定 我這邊先預告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七星潭這邊你可以看到 他們實際魚人作業衝浪的畫面 那這裡可以看有沒有機會讓大家看到 在7月初的時候 那這個畫面其實只有在 全台灣基本上只有在花蓮的七星潭 還有蟲德灣可以看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魚人他們實際的作業 他們會從岸邊把塑膠魚法推到 海中的定製魚網作業船的旁邊 他們去把漁貨接載上來 那也會帶大家去看呢 實際這邊定製魚場呢 他們在做拍賣的畫面 到底我們去漁市場買的這些魚 這些魚飯他們實際其實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他們就是來產地的地方 他們來這邊買魚 就在這個地方兩邊 所以我們實際其實去傳統市場買魚 到底你吃的魚從大海到菜市場 它中間的流程 好所以剛剛看到的是我們花蓮的 行星潭這個地方很特別他們 定製魚法他們漁業作業的一個流程 那相信大家看到就是魚這麼新鮮 從大海到岸上 大家一定都想說 好餓喔想要吃一下對不對 沒錯 在回遊吧體驗的遊程裡面 我們現在其實本來就有設計 就是讓大家去吃魚 可是在吃魚之前 因為很重要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去透過魚這個媒介 怎麼去串聯海洋 所以呢 在這次的工作坊裡面 我們會介紹大家一系列常見的魚 好讓大家來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是什麼魚 這次工作坊裡面會跟大家好好介紹 在這工作坊裡面 我們會安排一系列花蓮清晶潭 這邊很常見的魚種 這些魚種它不是不好吃 只是因為過去我們大家對它不認識 所以回遊吧我們其實在做 就是希望讓大家去多認識我們台灣周邊 這些很常見 量可能非常多的一些資源的一些魚種 那會帶引大家怎麼去透過認識這些魚種 夢見老師的專業 因為老師是那個魚類學的專家 怎麼去透過魚種的認識 最重要的是做魚種的觀察 所以會讓大家像小朋友一樣去看這些魚種 這樣抓魚的方 摸魚啊去觀察魚實際的魚 然後最後呢也會讓大家品嘗 花蓮清晶潭我們這邊在地的魚種 可是在吃之前 每一個同學 因為我們前面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會實際進到花蓮清晶潭的魚村裡面 我們會去認識這個魚村它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魚業 或是魚的故事 所以大家需要包裝成一套一個 對你的魚的這道料理 它其實要有一個故事 然後到故事的開發 到後面的料理 就是一整套這個工作坊 裡面要給大家任務 那當然很重要的 來到花蓮清晶潭 大家除了看海之外 我們這個工作坊 目前規劃也設定是要讓大家可以出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螢幕上的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跟花蓮在地的賞心業者也有合作 因為在座的朋友大家都會希望 除了從岸上看七星潭之外 我們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從海上這邊實際去看 海上的這些大迷宮 這些定制魚網 看看有沒有機會實際他們作業的畫面 那也會安排在這次的工作坊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不一樣的角度 來去花蓮去認識花蓮的七星潭 那最後一張這張圖 是放在回遊霸的這個服務的上面 那基本上回遊霸我們公司 其實是希望透過剛剛一直跟大家講的 食慾教育跟永續海鮮的概念 去串連我們的不管是體驗的活動 這是大家工作坊要來的 或是我們漁業的知識 還有很重要就是像水產的販售的這一塊 那這是花蓮的七星潭 對這個是照片 等一下會讓大家實際看一下外面 因為我現在其實在簡報的就是 空間就是你們都會來參觀的這個大教室 那工作坊的部分我這邊先透露一下 就是因為這五場工作坊 我們其實都有做任務的設定 那在七星潭這個地方 我們要談的是海洋的資源 所以在各位同學選田的時候 透過上面可以看到這幾種魚 就是在我們花蓮七星潭這邊很常見的 那在工作坊的問題的填答的時候 我跟孟宣老師也有開出一系列的一些問題 那我這邊先偷偷提示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先上網 對找一下資料 認識一下花蓮七星潭 或是台灣動物海魚 這邊有哪一些魚種 那假如說你可能有一些問題 或是比較難答覆的 你也歡迎可以上回我爸的官方網站跟粉絲專頁 我們其實都已經把答案寫在上面 就是同學只要做一下功課 先來了解一下我們花蓮七星潭這個地方 很常見海洋資源是哪一些 後面一系列的工作坊的活動 跟真精采的活動內容 也會歡迎同學可以來參加 現在我現在的教室我現在移動一下 對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教室的外面 其實就是花蓮的七星潭 今天海非常的美 直播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高雄天氣好嗎 高雄還好 超好嗎 有 有齁 對這是今天花蓮的七星潭 非常的美 可以看到栩栩的海風的聲音 好 歡迎大家等你們期待你們來 謝謝 謝謝